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们看到侯友宜喊出来大破大力政党轮替 可是说实话我个人实在是觉得侯友宜个人也需要展开一个大破大力之旅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有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因为侯友宜到目前为止 因为都一直在新北市的市政上面她的努力 那以至于对于其他的国政大的议题或其他县市的帮忙 甚至国民党中央各种中央级的议题几乎是不沾锅是不碰的 包括地方补选啊 或者是像比方说南投的议长退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她过去从来不协助地方上这些补选 或者是相关的需要帮忙的政治事宜 当时侯友宜觉得她只要好好的做好她的新北市政就好 那么因此就连跟中南部或其他的地方的这些正常的联谊活动 或者是一些可以参与的党务的行动 她几乎也都没有参加 那么人都是人情嘛 你帮我一次我帮你一次 那么因为她过去跟大家都保持了这样的距离 接下来她要克服什么呢 所以她才是侯友宜应该自己要大破大力的开始 我今天早上到节目上来之前 我特别问了她相关的重要的幕僚 问她说 所以请问这两天会再安排一次 拜会郭董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 这个重要意见领袖的行程吗 但她表示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这件事情以她的目前的决定告诉我说 我可以知道现在郭侯佩几乎可以算是不可能了 也就是破局了嘛 侯郭佩对不起 侯郭佩 虽然昨天向林金杰议员他也喊希望侯郭佩啊 但现在以目前侯友宜阵营的决定 应该就是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分析起来 他们说因为前天见过敏了 如果郭台铭那天半夜 已经白天跟朱立伦之前两次面之后 晚上八点钟 半夜再去找侯友宜的这个行动呢 内容里头没有提到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或进一步合作的具体的内容的话 那我想因为没有宣布嘛 所以接下来也就是不可能了 接下来可能侯友宜就是要寻觅另外一个 自己可以互补性强一点的副手 因为毕竟我们观察侯友宜自己个人 在新北市执政上面的刑事风格 比较警察性格嘛 所以他是不太可能真的跟一个比自己光芒啦 或者是议题的强势度上都高很多的副手 来跟他搭档 所以这个选项几乎已经等于零 就是不可能 所以侯郭不可能配之后 郭现在表达了尊重跟祝福 接下来有什么方法 更促进更多的合作呢 还是当然也有一些传闻说 其实郭吧 现在他的一些选举资源 也转给了侯友宜表达支持跟祝福嘛 这个当然我们后续有在观察 那因为下一步就是自己 侯友宜自己人设的问题 如何走出新北市 在国阵的高度上 如何走出好好做台机的这个高度 然后还有个更大的困难跟挑战 就是非律有办法整合吗 非律的整合 当然关键在于柯文哲 我昨天当也算是随机走到哪了 这几天呢 就随机民调了一下 我真的认为哦 对于一些不关心 平常比较不关心政治 或者是相对中间选民 甚至是小白领啊 等等这些的朋友们 或者是年轻一代的企业家 我问到 他们相对都不是很在乎 哎呀 蓝或绿营哦 他们对于赖清德不熟悉 所以也没有什么认同 对侯友宜也没什么机会接触 因为他的谈的话题跟内容 都比较局限于新北市政 所以大部分都对柯文哲相对的有好感 这个是的确符合所有目前民调数字 中间选民 所以中间选民如果至少两成起跳 如果万一多一点拿到三成的话 就会是这场2024撒卡都选取的关键胜败 那也就是让国民党败 蓝军败的关键因素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 侯友宜去致力于跟民众党 跟柯文哲的协调啊 这个时候他应该要积极提出办法来 否则如果就照目前的民调数字 持续的往前走的话 有机会当然不能说没有机会 侯友宜跟赖清德PK一拼 蓝绿归队的机会还是有的 但是呢的确胜算相对的不够大 那么目前要能够突破自己 四成以上的得票率呢 就要靠中间选民 还有第三势力的加持 柯文哲的动向将会成为非常大的关键 那么下一位会是 可以整合的人 有可能侯友宜会这样做嘛 还有副手的选择是谁 有没有互补性 当然今天传出来几个人啊 包括了李贵敏啊 立伟啊 或者是包括了这个柯志恩啊 都是一女性 然后有专业上面的各种强项 来做互补 个人觉得可能性还蛮高的 甚至个人觉得 以在这个这次选战过程中的协调 柯志恩跟侯友宜搭档的几率 仍然是高的 因为我看到了当中一些幕僚的穿梭跟作业的行为 那么就看看猜的准不准了 那的确像这样子的一个搭配上的组合 是对侯友宜可以有加分 比这个其他的 现在既然侯郭已经不可能的话 其他的副手可以增加 侯友宜的扩大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而在这样的时刻呢 因为郭董自己先前也含了团结嘛 以至于让他的其他选项也变少了 然后我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个罗志强 强哥已经到了现场 带着笑容 以笑声进场 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长哥 浅秋还有我们爱笑的 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大家好 早安啊 我们要先祝福这一位 这个形同当选的立委参选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来看到自由时报有个评论 说王世坚大战罗志强 我想为什么是我跟 关你什么事 他说叫王世坚来大安区跟我选 想太多了 真的是 那何志伟亲和一看 再回来选 强哥本来我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他有点弄错 其实也是也不能完全怪他 因为我跟他先敲了 下个礼拜一的节目 要请他帮我代班主持 那结果那个主持的时段呢 他就搞混了 我就跟他说 我在想这个刚刚 我们党中央提完名之后 隔天来宾很重要 我要找谁 说实话我想了半天 真的是苦思很久 最后想找个快乐的人 对 正面点来看待 所以找了他 他也一口答应 然后就一口的忘记 对 我现在就突然跟我要说 下一条想说 不是下个礼拜一吗 我记错时间吗 结果我完全忘了 我有答应另外一条 而且因为我们刚约 我想说这应该不用 前一天再提醒了吧 刚约完而已 这个秒忘 秒忘 真的 我还记得你打给我 你跟我讲之后 我正准备登录 叫秘书登录行程的时候 马上插了一通电话 我就绝不忘光过 所以强哥 我刚刚已经谈到了 最近在很多党内的纷争之后 总算尘埃落定 何友宜正式被提名 昨天就感觉出来 他想要展现那个气势 大破大力 政党轮替 还喊了三次 可是还是 还是差 还是需要再多一点大破大力 那至少 看起来侯郭佩是不可能的 那接下来的发展 你怎么看 郭台铭也展现出来他的乐观 不是乐观 就是风度 风度 对 跟的确不像四年前一样 他长大了 成熟了 对 我觉得 第一个当然我觉得 我相信我们郭董事长 其实 坦白讲 这次 我已经说过 这一次的那个 我们讲 就是郭台铭跟侯友宜 我没有特别的偏好 我一直都没有特别偏好 我觉得两个都很棒 那刚好两个都有很强的互母性 所以 喜欢郭台铭那个type 可能就是 跟喜欢侯友宜的type 就是不太一样 因为一个是非常有亮点 一个比较 比较沉稳 那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 见仁见智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 你看到郭台铭 他有做几件事情 我认为侯友宜 应该要去学习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郭台铭 跟侯友宜 其实坦白讲 都不是不会犯错的人 对不对 但是郭台铭 他的起手是第一件事 他就跟过去 他觉得需要道歉的地方 他不怕犯错 对不怕犯错 然后他也会面对他的错误 所以你看 他对于他 这个2020年的一个状况 他就 他起手是就先表示道歉 那当然 我觉得 像他去拜访韩国瑜市长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很好的做法 那等于是把过去 我觉得一些遗憾 或者自己做不完整的事情 先把它弥补下来 那同样 我觉得侯友宜也是有 坦白讲 我觉得 虽然郭台铭 他这个 愿意 也是成全 也是成全 就是像当初 成全张善政 然后 郭台铭这次算是成全 侯友宜 那坦白讲 我觉得党中央拿出民调 给那个郭台铭看 可是说实在 民调这个东西 我说实在 也有民调做郭台铭赢 对不对 而且因为没有经过 事先筛选过的 民调公司跟时间 你爱怎么说就高兴就好了 所以严格来讲 接不接受 还是在郭台铭一心 我比如举个例子 像我的选区 我们的民调 至少我们会有派员去监听 有个期间 所以严格来讲 他的公正客观性 是不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至少我们都 每个人都还可以在那边听 他这民调的过程 到底是不是科学 是不是符合民调的一个准则 就我们有一个参与 所以换言之 党中央给郭台铭的民调 要不要接受 其实还是存乎郭台铭一心 所以因此 严格来讲 我觉得郭台铭 委屈方式在郭台铭 这你不能否认 就是他如果说 他真的要 要有一些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也不是不能够提出来的 因为这规则 从来不站在他那边 对对对 早就根本就是内定的 前进方向 然后最后揭晓了而已 好 那这是我在讲的 就是说 这是郭台铭在这一次 那我就讲侯友宜 我也只讲 那郭台铭有面临 有面对他2020年的一个状况 他第一个起手势 就是公开道歉 其实我觉得很多 对现在对侯友宜 比较有一些意见声音 还是集中在那四个字 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侯友宜 可能不能回避的事情 所以你呼吁他 也为他的岁月静好道歉吗 我不要讲道歉这个字 他看看那个郭台铭怎么说 怎么做 那我觉得他必须要面对这四个字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绝对不是挑剔侯友宜 侯友宜既然已经被提名 我罗志强当然是全力浮选 没有恶化 你也看过去我也不会讲这些事情 因为如果你没有要角逐大卫 我也不会想要讲这些事情 但是今天既然国民党提名你 你要角逐大卫 那我想你可以去看看网路上的留言是什么 可以看网路上留言 所以这四个字在一直对侯友宜 是产生很长的影响 我说你也不能够回避这件事 但这个事情你说是一个 就是所谓的打死不能挽回的事情 也不是 也不是嘛 就是说你当时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其实 也许你有你的考量 但对当时的很多的一些 正在为公投奋斗的人 那台湾家你也埋下了一些心结 那就像说2020年 我相信郭台铭那时候 他还是决定有一些行动 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考量跟委屈 可是你也埋下了一些心结 那既然郭台铭他想要争取大位 他想参选总统 我看选举要选的人最小 就这么简单 要选的人最小 所以你要选的人 你就要去 你就要去揉合所有其他的人 那郭台铭我觉得至少 他面对了2020年嘛 你看他面对中天的事情 他也说如果他当总统 他也要平反中天嘛 郭台频道还给他 对 频道还给他嘛 所以你看 郭台铭有去面对哦 郭台铭一直只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我觉得 我觉得侯宇现在既然已经是出现了 我觉得侯宇也要去面对 要去面对 面对之后 大家就一起把这个心结 才有放下的可能性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所以这个是我可能对侯宇 我觉得我会提的第一个 第一个建议啦 就是说可能要去面对 过去大家对他有一些不谅解的东西 我们得先进下广告 但是其实这跟我刚刚您来之前 我讲的概念是差不多的概念 果然是这个有默契啊 因为我认为现在真正需要大破大理的 就是侯宇宇 因为侯宇过去太少帮助其他 非他自己现世的事情 所以其他地方在补选 其他地方在选举 其他地方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几乎从来没有伸过元首 几乎啦 所以这个时候 除了岁月静好 四大共同的议题 还有跟地方上其他县市的 合作的关系 跟勤奋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以大破大力 那昨天谈话还是挺无聊的 需要大破大力 真的是侯宇宇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哎呀 大家你看 喜欢谁的 其实还蛮明显的 现在大家都还在 弥贫那个情绪当中 是啊是啊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 我觉得你 因为你是要选总统的人 抱歉 你就要去面对这些情绪 你如果不选总统那没话说 人要选总统 那你就要去面对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 是为他好了 因为现在坦白讲 你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倒带啦 对不对 那就是侯友谊了嘛 对 那就去面对这件事吧 因为他在美中两岸之间的选择 至少我知道他这部分很清楚 他还是要中间选民 对对对 所以中选民这块就会很像 对 民进党的主张 至少现阶段啦 跟在你的心中真正想到的不一样 所以太像了 能源政策 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bug 对对对 要怎么面对 那我们现在缺电缺缺水 我们可以码 但他怎么码 怎么去检讨 去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当然税率已经好嘛 那是那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心结的问题啦 那你先讲第二点 刚刚第一点 请您继续吧 那第二点当然就是那个 就是我讲能源政策这一块 能源政策 你可以从地方的考量 地方当然对于 所谓的能源政策的思考 跟你在中央层级的 对能源政策是不一样的 那你当初 你从地方的角度 来看能源政策的话 我觉得你 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时间到8点23分 欢迎回来中央宣网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的是 台北市议员 对不起 那个现在是要前进 立委参选的 罗志强 强哥 对 好 刚刚讲到的第一点 你认为给侯友宜的第一个 最大的建议 就是 赶快把岁月静好 这个当时的伤痕 正面面对 去讲清楚 第二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清除路障很重要 因为时间还有 现在才5月 所以时间还有 我觉得 你先花个半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先把那个 前方路障先清掉 清掉路障 就是要面对过去的一些 一些自己 那岁月静好 是我讲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 其实大家就讲 就是能源政策 那能源政策之后 就是我们讲说 那个核电厂的问题 核四的问题 核能 对核能的问题 核一核二核三的问题 今天早上核四厂厂长 王博会还传了讯息给我 他需要专业的面对 不要只是政治的考量 那这个当然就是 我觉得核一的第二个挑战 那我先讲 你要知道地方首长 他当然对于 要面对地方选民 对于所谓的核电的一个疑虑 那你也不能不去意识到 就是说你看 我们如果核四算进去 有三座都在那个 对新北 所以基本上 对于所谓的一个新北市长 他面对核电厂的问题 他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的一个声音 他必须要来去表达的 可是这是地方首长 但是当你是总统的时候 你要从全国的 能源政策去看 那现在全世界 大概可以看到说 你实际上不可能 不面对核能 这个否则你就要面对 就是缺电家园 面对就是我们接下 很多能源的挑战 所以因此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可能 侯友宜他也要做 第二个面对 第二个面对 那我认为啦 就是说侯友宜现在最大的 最大的坎就这两件事啦 第一就是 税月静好 第二个能源政策 如果这两件事情 他能够 能够去 翻篇 对翻篇的话 那我认为就是说 过去的这个 就还了 过去这个 我觉得可以大概 稍稍平息 那但是对未来的部分 当然挑战很多啦 就是说说真的 因为现在民进党 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嘛 就是赖清德定于一尊 那侯友一个好处是说 那看起来现在应该 国民党也是定于一尊 但是还有一个 一个半的因素要面对 一个那半个因素说 郭台铭的支持者 你能不能让他能够 心服口服 所以这是半个 因为郭台铭本身 已经是成全了 所以 那你要谢谢郭台铭 他愿意成全 他昨天谢了啦 第一时间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说 但是他支持者能不能接受 所以这是你要再去面对 支持者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柯文哲的问题 你要怎么去面对 因为我直接讲了 民进党这一次的 选战策略是非常清楚的 就433 结束了 什么叫433 赖金德没有打算拿过半的票啦 他拿四成就赢了啦 他只要笃定在野阵营分裂 那你分裂以后 他就可以躺着赢 这是民进党的阳谋 目前的局也的确是这样 对局也这样 那但是至少 现在第一个 那个所谓的 第一种三的可能性 大理上就是先排除掉了 好就是侯友宜这次是选择成全 所以没有那个三 郭台铭了 对郭台铭说错 郭台铭没有 郭台铭就选择成全 就没有那个三 但还有另外一个三 这三可能未必是三 他也可能是二 可能是一 但是不管他是二还是一 三二一 他对大选都会投入很大的影响 就柯文哲 柯文哲他拿的是三 那就是433 柯文哲拿到二的话 那可能就说442 maybe不知道 就说那民进党的整体策略 还是希望就是分这个在野的票 分在野的力量 所以因此未来我就有一个挑战 还是整合的路没有走完 不要大家以为说 今天提名侯友宜 整合路就走完 整合路并没有走完 整合的路还要再继续走 刚开始而已 就是说你可以讲第一阶段 国民党内完成了 但是其实也没有完成 我说过那个半个你还没完成 我就说郭台铭自治者的部分 你没有完成 但是另外一个所谓的 就国民党之前界定的第三阶段 对不对 就是对白的部分 那也抱歉千难万难 那很难的 因为你要去提亮 今天不是mission impossible 对嘛 因为柯文哲他有他政党的立场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 可是我要讲 这个担子已经不是在注意人身上 没错 现在是靠侯友宜自己 就要靠侯友宜自己 因为因为总统的人选出来之后 所有的担子就总统要挑了 其他就是帮助 我们就是帮助他 但是他必须要去 就是做决断 那当然第三个就是说 侯友宜过去的表现 那他接下来转到国阵这一块 那我觉得他的进化速度 就是要加快 加快 就是说你知道国阵的部分 真的千头万绪了 两岸外交经济教育国防 就是其实国阵是万端的 好万端 那我觉得侯友至少有一个国阵的强项 我觉得还可以凸显了 治安这一块 因为确实治安这一块 是大家现在心里最痛的东西 因为台湾这几年 在民养治理之下 治安败坏到 你用无以复加这四个字 也不足以行动 这是他最大的强项 对最大的强项 所以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说侯友可以从治安总统这件事开始切入 给大家一个斩钉截铁的承诺跟方案跟想法 告诉大家说 我觉得我就跟你讲 我上任第一件事 我绝对让诈骗集团 就是全力倾脚 提出办法来 提出办法来 这个是我觉得他会有说服力 不是只是专案办公室 对 因为他是有经验的人 治安是他的强项 所以 那现在治安确实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国政议题 那当然 两岸 外交 国防 那这些部分的话 那你当然就要靠专业团队 你必须承认 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 你的好处就是说 国民党 在这方面还是有很专业的人才积极 然后举个例子就是说 马团队 马很久的时候留下很多很棒的国安团队 这个部分我认为就是侯友宇的资产 所以你看起来就是说 他有所谓的 就是面对过去这一块 跟所谓面对未来这一块 但是你过去这一块你没有面对 你未来就会被一直纠缠 你无法往前开展的去走 那好处是侯友宇现在时间还早 所以你还有时间 你还有时间 但是抱歉你说早 也没有真的那么早 你看明年一月就要选 所以真的有多早 也没有多早 所以这个我觉得侯友宇要加快步伐了 这集侯友宇要听 没有啦 至少幕僚要听一下 我服选过两次总统 因为强哥讲到还蛮重要的 这个国政相关议题里面 其实其中关于外交两岸美中台关系 其实我已经观察了蛮长一段时间 也跟不管幕僚交手啊 或者去认识请教啊 然后以及跟他接触过的相关人 我大概发现一个 侯友宇过去的模式跟趋势 当时除了普瑞哲以外 其他的美国的相关人士到台湾 想要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大部分是拒绝的 是婉拒的 或者是国际人士想要跟他进一步谈的时候 他不知道是因为可能没有准备好 还是为什么 他几乎都不见 他说可能没准备好嘛 那所以在这种外交国际上 不只是我刚刚前面讲 其他新北市以外的县市首长 他接触的少 帮忙的少 结果连这些国际友人 其实他接触的真的也不多 所以现在变成要急起直追 那虽然当然 我知道他现在已经在安排准备 九月份有可能了 赖清德前后 应该是后吧 可能也会到美国去一趟 但是他的四D论述 初步得到了一个华府方面 还蛮正面的答案 但是他显然要走的就是所谓中间选民 但是这些外交国政议题 必须要赶快拉出一个高度来 而且真的变内化成他可以谈话 论述的一篇篇章 当然昨天我看在大家新闻大法上 这个其他这个董哥啊 什么其他人都说 哎呀选民不喜欢听政见啊 没有要听的啦 重点是那个个人魅力 可是我觉得候选人本身 还是必须负责任的 把国家要带往哪里去 清楚的告诉大家嘛 应该正确来讲 我觉得董哥他们说的论点 未必不对啦 就选民其实对于政见 他的那 你讲说能够入目几分的问题啦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今天选民听不听一回事 民进党不会放过你嘛 所以因此 民进党一定会拿这个 两岸政策来交锋 每次中文大选 哪一次不是以两岸 作为政策交锋的最核心 08如此 12如此 16如此 20如此啊 只是说强弱有别嘛 你看到我举例 到20的时候只有一个主轴啊 就是两岸啊 对不对 反中成为唯一的战场嘛 就两岸2020哪有什么 就反中是唯一战场嘛 其实2016也是啦 可是你看到2024 是抱歉 是抱歉 一样是 但是侯友宜他是占到某一种天使哦 你看2020我坦白讲 韩国瑜那时候面对天使真的是奇差无比 反送中那个波浪 几乎是 谁都淹没 对你是他一个大海叫淹没所有东西 就台湾只剩下一个所谓的反中仇中的情绪 但是在2024年 我觉得很大的反转 大家看到了现实状况 大家看到现实状况 尤其乌克兰战争 所以此 你看赖清德也要回头去 这个台独今孙 台独万岁 对不对 过去木马屠城的那个 那个赖清德 他是非常非常反中派的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跟你讲 他要什么 他要和平保台 他也可以开始跟你谈和平 那这个抱歉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侯友宜的天使 所以因此 是在清德的灶门 对对对 反而是民进党的灶门 那就看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个智慧 以及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那个 我们讲的是绝制 你把这个灶门 你能够掌握住 因为坦白讲 他不只是选战的灶门 抱歉 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奋斗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没处理好 台湾下一步是非常危险的 危险嘛 就完蛋了嘛 所以你不只是从选举角度来看 你从国家 你承担责任角度来看的话 这件事都是重中之重 有办法开启跟对外和平的沟通 非常重要 对 那但是你只要往这个方向走 民进党一定开始抹红你嘛 他对韩国瑜如此 对马英九如此 对陈品都如此 对啊 他对柯文哲也是如此啊 所以甚至在民党内部竞争的时候 对不对 那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 赖清德跟那个蔡英文的时候 赖清德也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你看到 一旦你要碰的话 中共同路人抹红的标签必然来 可是你愿意不愿意去 你有没有这个免疫力去抵挡这个标签 那告诉大家 我要走的是坚定的所谓的台湾利益的路线 这利益路线就是我不要战争 所以我真的以为昨天他会谈到这一块 结果他只是轻轻的带过了 对于希望政党人替这件事情 我先念几个donate 因为大家的反应在昨天之后都还蛮强烈的 我先念Justin Kay 他帮我们跟我们说早安之外 他建议总统大选海外不在籍投票 都能够投票 这个战神94强 谢谢 可是呢 基本上海外投票民进党不可能接受 他不可能接受 什么做票都不知道了 但是就要看政党人的轮替 娃娃说 强哥好 请韩市长举起小指头 口号口头支持就好 郭至少敢爱敢恨敢道歉 侯氏女反赛英文 自私甚高 这也是一种声音 所以这也是侯友宜要解决的声音 然后Emily Emily Emily 她说 侯从未批评过民进党 跟民进党的关系比跟国民党还亲近 2020对于韩总的大选 冷眼旁观 旁观不是旁观 对不起 其实战台从而到尾都在夸耀自己的政绩 所以大家会有疑虑 这也是另外一种声音 真的都要听进去 然后还有好几个好朋友 都有蛮类似的一些言论 对不起 跳掉 让我待会再继续念 但总之在这些这个董内的朋友里面 就已经表达了一部分很重要的声音 那就是大家对于侯友宜 目前是还不够成为最大公约数 他还有一些需要调整过去策略 很重要的角度跟方向 刚刚王太祖的董内是说 岁月静好就是没有担当 好好做事情就是等领薪水 没有什么搞头 所以就是你讲的第一点 所以你看我还没看大家的留言 我就已经点出关键 就是说你要平复这件事 这个是不能轻忽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网友的留言 我觉得侯友宜跟他团队都应该好好看一看 他去正式面对这个事情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侯友宜 其实我刚刚讲他天使 天使有 那地利其实也是有 地利就是说 终究这次地方国民党大胜 所以地方执政这个部分的话 会是地利 那第三个 那个侯友宜还是有两张 三张 很重要的人和牌 第一张就当郭台铭了 郭台铭你要怎么样去跟郭台铭 有更多的一些情谊 结合 让郭台铭成为你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跟我想的一样 所以我以为这两天会急着 赶快去跟郭台铭见面 其他幕僚很安稳的说 目前没有 因为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 但没有 没有也是提醒了 也是提醒 就是说郭台铭很重要 第二个我也讲说 他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人和牌 就是说你好好运用 基本上我觉得在这段选担是大加分 那抱歉就是韩国瑜市长 就这么简单 韩国瑜市长 我觉得他对于所谓的 怎么样让选民激发热情这件事 这个是侯宜坦白是比较缺乏的 侯宜就是 侯宜你看人的优点跟缺点 有时候就是一体两面 那侯宜就是很沉稳 很冷静对不对 但是你听他讲话就缺乏那种热情 我还是 每次听他讲话就 对不对 就是无聊的点 司马一斗内我们说 国民党总统会选人 不要东施孝平 所以接下来就是侯宜宜的动作 很重要了 因为520有个大招式 我想你一定会同台 因为是朱立伦说 你这次可以参加了吧 其实就那天 那天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我现在很头痛 但我再评过 对 好没事 你好不容易可以参加党中央的活动 党中央说要跟所有立委的参选人 候选人一起站到台上去 跟侯宜宜站在一起 拼520的造势 可是同时其实柯文哲也是 他也是在520这天要办 重要的造势活动 所以过程当中已经过去了 虽然朱立伦我还是认为 他把一些程序弄得太不清不楚 以至于让相关的暗潮汹涌 造成这么多问题 但好歹 目前大家都是看到了一个相对团结 这个口号有发挥 情绪勒索或请故作的效果 我问了那个团结 大家都吞了 那现在已经定于一尊 那这一尊 接下来的功课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不是讲嘛 郭台铭韩国瑜还有马英九 这三个都非常重要 必须要先去整合起来 因为接下来可能要10月份才能够请假 依照所谓权罢法 三个月前请假的相关规定 他还是在市政啊 那就是市政里头要怎么样 可以同时兼顾 整个要参选的脚步 同时后发做事情之外 要侯侯啊拼选战 其实必打题啦 这是必考题啊 就是说因为当初朱立伦也面对过嘛 所以韩国瑜也面对过嘛 所以那怎么侯有云怎么可能不面对呢 所以这个叫必考题啦 那通常名讲打法是两路啦 一个就是打落跑嘛 另外就打五星四正嘛 这两个是一体两面 但我觉得落跑打法可能相对 我觉得这次打不起来 因为坦白讲 落跑已经打很久了啦 那对于 他现在已经任期担任了那么久了 那12年新北市的那个经验 你要打落跑说真的 我觉得打不太起来 而且这本来就法定的权益啦 对对对 但是无星四正这件事情啊 他就是挑你四正的那个鸡蛋影像骨头 那反正只要新北市 新北市不可能没有事情嘛 记得之前高雄爱回听 大碗蓝的绿的红的 然后就说什么有扶贫 对对对对 颜色不对这样子 对对对 你放心哈 当时怎么对付韩国瑜的 怎么对付朱立伦的那一整套 一定会拿来对付侯友谊 但是你也可以从正面角度来讲 因为他终究这个名讲也打了两次了 大家也腻了 大家也腻 大家也知道他的招数 慢慢失效 对会知道他露宿 所以这一块坦白讲 我觉得是可防御的 但是要抱歉哦 可防御是你要有防御力哦 是 如果你的防御的那个做不好的话 那你还是可能被吐穿 好被吐穿 那加上你也不能低估民进党 民进党的战斗能力那种 民进党很擅长争士打法 什么真的 就从最小地方去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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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确实认为说 这一块我觉得 不会再像那个2020年 或者2016年 就是这么 这么让他名讲顺风顺谁 我觉得侯友这一战的话 因为坦白我们也 面对两次了 如果还要再叠第三次 说真的 那也太逊了 所以我们会去面对他了 那加上说 现在我觉得大范围的 大氛围上有些改变 我认为啦 就这一次其实 我觉得侯友宜 就说 两张所谓的论述大牌 应该是要先把它定向清楚 就很简单 台湾民主两岸和平 就这样子 讲完了八个字 你看民进党 对选举的敏感度多强 你就知道 民进党是最早就知道 这一次的选战 就是两个战场 民主战场跟和平战场 没错 所以戴信德才会讲那句话 这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早早讲了违心之论 对对对 然后不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但其实这次 既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也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这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民进党现在的整个做法 就是把台湾往专制列车去带去走 所以反而 戴信德讲第一段论是对的 他真的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但是戴信德要导向是 这个选民进党就是民主 选其他的人就是选共产党 他们就是这套逻辑 那刚好倒过来咯 光是自己民进党现在多么的不民主 多么的专制 民进党然后就称为绿共 对不对 民进党你的所谓的 你再继续走下去 台湾也不用 台湾其实已经铁称民主国家了 有什么民主可言 你看中天的事情就是这指标 你看管中民的事情 太多了 太多了 他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 要么一个总统被判20年 他儿子媳妇 哇这个增加10亿 然后要么就是当一个 把民主自由给扼杀官台 然后扼杀民主权利的 民众很多权利的一个总统 两个总统都 是啊 反民主啊 对啊 那你就讲民主战场很清楚 那和平的这一件事情 民进党 民进党真的现在已经 坦白讲就是精神分裂了 就说 他一天到晚 跟你这个应贺 国际社会的台湾危险论 军购不断的买 然后第二陆军要建制 警察都要去当兵了 当军人用了 然后连女性叫招 对不对 然后那个动员造册 民防要开始负担什么 相关的国防的业务 他所有东西在为战争准备 但今天他可以很 这个 云淡风轻不干他的事 我们和平 对 他跟你讲说 这不是和平战争的选择 他跟你讲和平爆台 那所以因此 我的看法 就觉得说 这两个战场 我觉得 那个 侯友宜可以去拿捏 这两个战场 这两个战场 是要去拿捏的 主战场 主战场 那当然 这也牵涉到侯友宜 跟他团队的 我们讲议题的战斗能力 那这个部分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过去没有验证 从以后来看看 对对对 过去没有验证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讲 你又少吃油炸 多吃青 我的理念要选总统 我选不选 其次 我理念就是 台湾民主两岸和平 真的 昨天才想到好笑 居然可以 赖清德可以公开 跟政大的学生 他觉得政大学生很好骗 说像房价正在降 对啊 对啊 金会的 真的没有办法面对 现在民党执政的失败 低薪都可以说是做功德了 房价正在降 好像也没有 也蛮符合他人的 因为他基本的价值里面 都可以把他推翻掉 你觉得柯文哲真的有可能 他哪可以拿掉 拿到 因为我不知道 我有点悲观的原因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身边太多 尤其我离开同温城的时候 太多相对中间的选民 或是浅来一点 浅率一点的选民 然后他们都会比较流向柯文哲 而现在看起来 是又完全没有合作的可能 我觉得政治前一寸都是黑暗的 现在你看到不可能 不等于就是不可能 还有时间了 我认为 第一个 我觉得柯文哲心里 我认为他也在天人交战 他有两块在交战 我们最后来谈这个好了 大家都说你很大量 还能不对猪口出恶言 气质王小姐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时间到8点47分 最后一段节目了 我觉得赖清德 大家知道他的重点 盲点在哪里 但其实在野党的盲点 还是在于一个字 有什么办法可以合 那柯文哲 一开始我们提到了一些些 的确目前看不出来 侯柯可以合作的任何的契机 我自己是个人觉得 只有在一种前提之下 侯友宜自己声势 稳定到了一种程度的之后 侯友宜在中间选民看起来 好像已经 虽然会有影响 但是盛面越来越小的时候 为了民众党的生存 要好好的跟国民党合作 那你对柯文哲 当然相对在市政的接触上 多一些 你又怎么判断柯文哲的下一步 坦白讲我跟柯文哲 也不只是在市政上 过去其实也有一些 很多的互动 剩下私下我们也会 有时候会见见面 所以有时候也会聊一些事情 他反正要真一点点 他其实蛮帅真的政治人物 其实这一点我蛮欣赏 我也是比较喜欢真一点的人 他讲话很直率 也不跟你拐弯抹脚 就是说很多想法 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 不是柯文哲说的 我跟柯文哲没有close到 说他今天心里话跟我讲 没有 那我就是听他一些政治观察 我认为柯文哲自己也在 心里在天人交战 他其实心里也是两块 这个是没办法 第一个他是民众党党主席 他有政党的一个立场 他有政党的未来 他要承担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 但是我相信柯文哲心中 也不是不知道 这一场仗是台湾民主 跟和平的关键之战 他也不会不知道 民进党的盘算 就是433 很清楚 433是有两个433 第一个433是赖郭侯 看起来已经这个433可能不存在了 抱歉还有第二个433 就是赖猴柯 因此 我觉得柯文哲不会不去想这件事情 那大家去想这件事情 那对他而已 就是这两个是冲突的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去了解这个心情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从来不会对柯文哲 有任何的批评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我蛮欣赏他的自帅 第二个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他现在的一个状况的某种为难 当然这个没有人能够帮他解决 那个是柯文哲自己要去解决 那第二个就是说 抱歉 那就是侯友也要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因此 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帮得了 就是侯跟柯两个人 那我刚刚说过了 其实我们韩市长说过 那个队长跟队友 队长队友是两段论 竞争的时候要记得 我们是队长跟队友 不是敌人 这一点郭台铭做到了 对不对 但还有第二段论是 你当你队长出来的时候 责任在你队长身上 那你要去怎么去统一队友 你要怎么去跟盟友 现在你不能讲 柯文哲是你的队友 但他在在野的角色上 他是盟友 监督执政 监督执政的盟友 所以你在队友 那个郭台铭 如果愿意成为你的队友 当然是不是 那你要侯友 你要去努力 但是你接下来 有一个盟友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 很多的万分的一个 难处的挑战是 在等着侯友宜的 那 最大问题 过去并没有看到侯友宜 有这方面的一个处理经验 真的 他几乎没有跟其他 新门市以外的地方接触 太多 所以这个你就要借助 很多的有能力的人 有这个能力的人 所以因此我才讲说 人和牌是 侯友宜现在非常重要 要打的一张牌 那人和牌除了说 想要你过去心结之外 你要借助 重要的人 我刚已经指点名录了 三个人 这三个人最重要 就是郭台铭 就是韩国瑜 就是马英九 这三个最重要 这三个人 你如果能够 让他们愿意帮你去 处理你所不擅长 过去不擅长的 这个人的网络的话 那我觉得 你可以省掉很多的力气 那这三个人 我觉得也是 你看过去的表现来看 这三个也是大方的人 对不对 你看郭这次 我刚前面讲过了 你郭要去质疑那个民调 说真的 可以质疑的 怎么会说不能质疑 不公平 对啊 可以 质疑公平性 当然也可以质疑 但他没有去质疑 那抱歉 那就是 那是他的气度 但你不能把这气度当做理所当然 那气度好像就说 我就是理所当然 你本来就该有气度 不是这样回事 劝你的 对 就劝你的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因此 这处理的过程当中 那是因为他是郭台铭 他有这个气度 不是说今天 你国民党多有本事 不是这回事 第二个 韩国瑜就不用讲了 我觉得韩市长 就是一个很大方 很乐于助人的人 那是他天生 自带 所谓热血技能 自带的天赋 所以韩国瑜市长 我觉得相对 我觉得 坦白讲 我觉得韩市长 比较容易一点点 因为韩市长个性问题 就己公好 一乐于助人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侯友宜 你就像郭台铭 去找韩国瑜 谈 就觉得你早一点 早一点跟韩市长 能够取得他的一些协助 那当然马英九的话 马英九因为个性比较冷 说真的 他也是不沾锅的 part one 但是马英九能帮的东西 是另外的东西 马英九两岸论述 你这样提名的时候 他就会全力帮忙 对对对 而且他就是这样 他提名以后 他是全力帮的人 就说 你看我 大家都说 我跟马中文那么close 初选你也 轮不到你了 他也是中立 他也是保持中立 但是 你只要过了这一关 他就会 全力的帮忙 所以因此 这三张牌说真的 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也都很有机会 可以能够让这三张牌 引为助力 那当然如果 就怕他过去不沾锅的个性 觉得哪个路线 马英九路线合不合 哪个路线 是不是他要的 这一点 这很重要 我觉得我对侯宇的观想 这一点我觉得 我倒比较有信心一点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 你现在是要选总统 我认为 如果他没有这个觉悟的话 说真的 那我就很讶异了 你怎么会决定 做这个要选总统的决定 因为选总统 选总统就这么一回事 不是吗 对不对 选总统就是 是你的 是你的那个 错 不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对不对 是你要扛的责任 不是你要扛的责任 都是你要扛的责任 选总统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因此 我认为侯友宜 应该有这个觉悟 所以 那当然 这个觉悟能不能化为一个行动 然后去把这个 得到多助 就是韩市长讲的 做人员 做四方 得到多助 这句话 韩市长送给我 再送给侯友宜 就是你要能够去 尽量让你的 那个合作网扩大 那你这样才能够 平靡掉你所不足的地方 然后让你的 这个接下来的总统大选选战 会走得更顺利 而且真的不要小看柯文哲 柯文哲在中间选民 年轻选票的 吸票机的能力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高度 对对 热情跟力量 因为光听他讲话 就猝鼻啊 很有趣啊 好笑好笑的啊 大家可能愿意听他的理念 跟想法 而且他在两岸议题 很早就提出来 两岸一家亲 那当时也是被民党攻击 所以他在两岸议题 也有他自己先走出一条 鲜明的道路 双省论坛他也办了好几次 所以他这条两岸之间 和平沟通的路 相对于侯友宜来讲 明显而清楚很多 所以这个都是侯友宜 过去没有要重新展现的 那怎么跟这个在野 真的这一块太重要 虽然蔡政源提出 联合政府现在已经看开 好像没什么可能性 机会很低 可是至少侯友宜跟郭台铭 跟柯文哲这一块 可能要点时间 我倒觉得 联合政府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个切入 看那个侯友的智慧 因为柯文哲在乎是联合政府 我决定为什么不能 promise联合政府 你跟柯文哲可以谈联合政府 你将来怎么去尊重 这个行政团队的组成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挚 所以才说这个球 现在发球权在侯友的手上 当然就在侯友身上 其实刚刚反而是浅秋提醒 我一直在想说 我跟侯友 我跟柯文哲 为什么开始 我对他开始的态度 我其实以前对他 其实也是有很多 圈圈叉叉的 我的小强绰号他取的 那个小强 然后他笑我小强 我就说 我就说 我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 他说那是你没有遇到蓝白托 对啊 经典 经典 但是我要跟你讲 我确实是因为 他开始讲 杨安一家亲之后 我觉得这个人有盖子 我就是觉得说 你能够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 那这也是我觉得侯友 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如果连 柯文哲 他能够去面对 两岸和平这个议题的话 我觉得 侯友可以更有自信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过去 国民党在面对 和平的议题的时候 其实是总是好像 觉得自己矮人 三十节的感觉 他就觉得好像 自己在做什么 偷鸡摸狗的事情 怎么不能理直气壮 我觉得国民党很奇怪 讲和平没办法理直气壮 嘴巴含一个鲁蛋 这样子 太奇怪了 那我认为和平 和平是天津第一 是普世价值 为什么讲到和平 你好像觉得是 做了亏心事 偷了三千万一样 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可以学学柯文哲 柯文哲我觉得 他对两岸和平的信念 是很坚定的 但是不等于 他今天对中共 要卑躬屈膝 这两回事 我可以有尊严的和平 那这个我觉得是 一个可以去看的地方 这真的是 大家都说考验 接下来侯友义 你的智慧 要有信心一点 是的 好了 谢谢强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卖物质了 拜拜